从前面的LED照明产品我们可以发现 国内厂商对外形功能性的掌握越来越成熟 这的确是现在产业现况 而台厂在技术到达了一定水准之后 追求的就是更好用 更贴近消费者需求的创新照明产品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家LED大厂 一光电子 就有许多这一类的照明灯具 包括长得像装饰品的台灯 越照皮肤越好的美肌LED灯 还有抗UV灯管等等都非常有趣 紧接着带您一块来瞧瞧 琳琅满目的台灯都是设计师偶心溺血之作 除了传统光源的台灯 不拔节能减碳省电的LED台灯 而且台湾厂商在这个领域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么时尚的台灯就是台湾LED大厂逸光的杰作 获得冒写百大品牌荣耀的LED封装厂 一光电子 今年跨足照明领域 由生产制造商切入品牌 一推出就是六大项照明产品 这个台灯是当中的惊叹号 那它的名字叫pre-loop pre-loop就是前奏群 那为什么叫前奏群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外形 是一个摸字的 那如果它立着它像 像音符 所以这整个的想法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家里面营造出一个非常和谐的环境 非常舒服的环境 做LED 难不倒公立一把照的台湾科技大厂 经营品牌 很多人都觉得那就得冒冒险了 不过这么美丽产品的诞生 的确让人见识 台湾在生产制造之外 精湛的设计功力 把台灯跟大酒杯结合在一起 让台灯多了一点哑皮的味道 为人们在阅读之余 找到一些阅读以外的乐趣 谁说台湾科技业者不懂设计 不会做品牌 这个发想其实是来自于酒杯 是一个杯子 你看如果你有音乐 你有美酒 那这样的一个环境 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那我们希望说 以这样为出发点 然后结合光跟植物 或者是甚至里面可以养鱼啊 这样子跟动物的互动 来创造这个品牌的新架子 想想看 百万装滑 假使配上传统的台灯 实在不太搭嘎 配上极简风格台灯 整个氛围就对了 其实台湾LED业者都注意到了一件事 做出够亮够省电的灯固然重要 怎么提升它的用途 找到它跟环境的关系 善用它明暗层次的变化更加重要 所以在明亮的光源中 开始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比如说在比较冷光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把 假设我们把红光全部关掉 那这样的色温其实是比较冷的 冷色系的时候 它会让你觉得 它会让你比较专注 比较紧张一点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如果纯粹是这个光的时候 你会比较认真的面说 那有时候你可能需要创造出比较 好像把这个稍微弄少一点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创造出比较暖色系的感觉 那暖就会给你什么感觉 温暖 出比 然后非常的纤细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所以你就会改变这个环境的 照明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特别把这个 红光的因素加进 让这个整个调变色温 那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心情 跟你自己的需要来调变这个色温 白光搭配一点点红光 或者跟其他不同光线间交错运用 可以让色温改变 而不一样的色温 带给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 这就是台湾业者在努力寻找的层次 它代表制造能力之外 整体品质的提升 像这样不同亮度的选择 就是业者想通光线跟环境的关联性之后 才有的设计 那代表业者不再只是关心照度够不够 或者是亮度能不能再亮一点 所以我一直强调就是说 光跟你的target的互动 比如说人也是使用的这个台灯的一个 每一个人是 也就是我们人在利用这个台灯 那这个台灯的光的出来的样子是你喜欢的 光的色温是你喜欢的 光的光能展现出来的方悬是你喜欢的 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 光跟整个环境的互动 变成我们产品设计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断推陈初心 是在科技界生存最高指导原则 那么当照明工具都已经上手了以后 想想看光还能玩出什么花招 于是新的应用渐渐向以后春笋般出现 不同层次颇长的光线 在医学上一直是被应用着的 如果把它放进阅长生活中 会发生什么事呢 所以我们发现到了 基本上在论文上其实有提到 那种特别是三种光的波长 其实对于人有不一样的影响 比如说在这个黄色的光 那它的波长大概是590级左右 590级那种光的波长 那在论文上其实是有提到说 如果照射够剂量的话 剂量够的话 它其实可以方便消失皱纹 增生你的酱油蛋白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一个特性 来开发出这样的一个 大家可以随时随地拿来使用的产品 把LED光这么运用 还是头一回看见 业者的创意很有趣 他们试着去满足民众的其他需求 这样的产品有没有疗效 市场买不买账 其实都还有待验证 但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创意 而且它的出现对产业是有意义的 因为只要能够找到照明的其他可能性 也许整个照明产业的饼可以做大 而人们的生活也会跟着改变 你各位看到这个灯 灯心里面那个就是光源 那这些反射面呢 主要就是把它做一个整合 然后打到它要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 有效的二次光级的反射面 光就会乱跑